你知道春上春樹嗎 我從大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他的小說 我之所以當酒吧老闆也是被他影響的 老師趕快我們介紹第四支酒 你知道春上春樹嗎 我從大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他的小說 我之所以當酒吧老闆也是被他影響的 還有一本書非常非常有名 叫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 我就是因為看了他的書非常愛 他裡面他就說了 他說身為一個威士忌愛好者 你必須要朝聖的一個地方叫做愛雷島 他就是剛我說的在蘇格蘭西南角那個島嶼 他就特別飛了一趟去那裡 所以我幾乎每年我都會過去那兒 有點像是家裡面的後院 一定要去我們家後院好遠 空氣當中的熏出來的泥煤炭味 讓他吸到我的肺裡面 進入我的細胞當中 我才覺得我活著的感覺 所以那這兩年沒有去 是不是覺得快要死掉 我只好多喝一點泥煤味 所以下一支 我就要介紹那個泥煤味的威士忌 你常常聽到這個字 Lokvuling 這已經年份已經算高的了 16年 對不對 他雖然是16年年份很高 但卻是這家酒廠的基本款 所以你就知道這家酒廠的自我要求極端的高 哇 愛上這家酒廠最重要的事情是 人要跟自己的孤獨對話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會不會跟自己的孤獨話不投機呢 會啊會有這種事情 就一個人就是在台灣 摩托車騎了就出去了 車開了就出去了 一個人去旅行 不要跟別人任何人對話 因為自己跟自己對話是最重要的 有一年我去花蓮的旅行 我就帶來這支Lokvuling16年 那時候我坐在 我坐在海岸旁邊 然後把這個酒打開來倒進去 那時候呢剛好迎面吹來了一陣風 那是一個剛剛下過雨的那個下午 山上溪流啊 沖刷的苔藓跟那個青草呢 從山上刷了下來 帶著一些些許土地跟泥巴的味道 迎面吹過來有海藻以及海風的氣味 同時融合在一起 當我嗅聞這支Lokvuling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味道 當時天地人何惟 三彩何惟 我在當時非常非常強烈的感動 透過這支Lokvuling 所以Lokvuling我每次只要 我想要獨處要孤獨跟我自己對話的時候 我都會選擇Lokvuling這支酒 又不太一樣毫不一樣 是的 很成熟男人味耶 對 對 是嗎 對 我在喝Lokvuling的時候 我就跟朋友說 這就是人生 是 有沒有喝到人生味 我現在理解為什麼琳娜是一開始節目上面是說 就是其實是透過威士忌來打開對於這個世界的感官 因為就 哲心哥一定知道我們有時候有些情緒 需要語言去強化它去描述它 那威士忌也是一樣透過不同的這個味道 你去再一次感覺 你特別的一些心理的狀態 然後你就可以去描述它然後把它定位下來 對我來講好像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跟你講春藏春樹在 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裡面 那對你會怎樣 他是這樣講 他是說當我把 我把酒杯遞過來 然後你倒一杯酒再拿回來 一嘗 我們彼此的心情都可以互相了解 所以 不用語言了 對… 所以為什麼語言是威士忌就代表 我們所有的感受 我懂 跟體會